开始讲话 嗨 大家好 我是今天的 汤锅主 蔡亚香 今天呢 我要 诶 吃锅 用毒脂肪滚素的新加坡 耶 好 现在我来 分享一道 素汤 这个素汤是有 滋补养缘 润肺 清气的作用 好 现在呢 我们来看一看 我们要怎样先做 这道 素汤的名称蛮长的 它是 OK 有一组 腰豆 还有 这个 胡萝卜 当归 这个是汤底 这个 这些汤底呢 我们就 一先 我已经准备好了 这一窝汤 这这个 这个是清水 这清水大概用了 1100 100cc的清水 好 我们不用等开水 我们直接从这边 倒进去里面 这个是 腰果 腰果呢 它也是 长寿果 它有长寿果的名称 吃了健康长寿 OK 还有这个 液竹 液竹的润肺 有润肺的作用 还有胡萝卜 这些都是很有营养的东西 还有这个是那个 当归 当归呢 就是有 活血 补血的作用 所以呢 这些 把它放进去里面 滚 大概是 20到25分钟 OK 这些呢 都是 既有很有营养的那个 这个有 蛋白质啊 也有这个 这个 胡萝卜是有小人参之称啊 所以呢 它的那个营养数也是很高 所以我们放它在这边给它 煮 OK 让它去煮 好 在这个煮的当下呢 我们就准备了 我准备好了 把这些 食材我都切好了 这是配料 好 这些 食材在这里 这个是等一下它滚了了25分钟后 大概是这样 然后我再加上这些 切好的这个 杂菜 杂菜呢 这个是作为调 调味的作用啦 然后呢 这个 鲜蘑菇 鲜蘑菇呢 它有很 高的那个氨基酸 所以呢 它能够促进大脑的发育 所以这个吃得很好 尤其小孩子要多吃 还有好了 还有这个 豆腐 这个我买的是小盒的豆腐 因为不用太多 因为大盒的吃不完嘛 所以呢 买这个小盒有 UHA的 所以这个也是很好 然后我一先切好 切小块 已经切好了 这些都准备好的 已经切好的 所以待会儿这个摊煮好了 我就直接放进去就好了 OK 好 这个 都是有个很高的那个这个 是优质的那个蛋白质 炸菜是用来做调味 好 现在呢 这些 人像它滚了 我们才再做 再继续下去 现在呢 我来分享 为什么我要吃素 讲到吃素 在2008年 慢慢往生后 往生的时候 我们兄弟姐妹呢就 发愿吃素 吃素 49天 然后以此回想给妈妈 打从那时候开始呢 就是吃素到现在 而且在这之前呢 我也是有曾经在一个 吃素的工作场所 那边工作 天天都吃素 所以也让我 种下这个吃素的好因缘 所以呢 吃素就到现在 已经10多年了 吃素其实是蛮好的 不但是为了自己的身体的健康着想 我没有伤高 所以身体蛮还好的 然后呢 就是说 吃素 也是一种尊重生命 尊重动物的生命 我曾经在很久很久以前呢 曾经看过 一个 一部那个生命的 纳喊的一个 一个纪录片 看到那些 那些 那些动物啊 被活生生的 这样 杀 被宰杀 他们在 要被宰杀的过程中 那种 挣扎 那种痛苦 那种 很 无助 很惶恐的那种心 看了真的是 心里面 打从心里面的那种 真的是 很难过 然后真的是 心 真的是 常不忍睹 所以呢 我更加 发炎 更加要吃素 就继续的 吃素 所以呢 就是 也希望 这个 我们这个 动物的生命啊 他们也是有血有肉的嘛 他们跟我们一样 他们会痛 我们自己啊 如果不小心 被一只针 吃到的话呢 也是会 感觉到痛 更何况 他们也是有生命的呢 所以呢 就是 坚持吃素 然后呢 就是 到现在为止 都从来没有改变 就是还是 一直要坚持 然后封签到 诸位啊 如果可以的话 就尽量 吃素 不要吃那些 荤的 因为你跟那些动物 接二元的话呢 像我们三人所讲的 你吃他半斤 可能要还他八两 所以我们何苦要去跟动物接二元呢 因为我们都是有相信这因缘果报 所以呢 就是 尽量 大家一起一起来吃素吧 现在我们的汤 就是在 在给他滚 现在汤在给他滚 好 然后呢 这个 现在呢 我们就是在 享受 这个汤啊 其实 看他颜色 很漂亮啊 他搭配的 有红 有白 也有这个 褐色的 这些搭配起来呢 都是很具有营养的 所以尽量我们可以祖树的 就尽量祖树的 好 好 可以感恩咯 可以感恩咯 Isaac要讲话 一个要讲话 Isaac 吃什么 吃什么 每次喜欢吃什么 树的东西 喜欢啊 喜欢哦 他啊 喜欢吃 费拌啦 对吗 马铃薯泥啊 哥哥最喜欢啦 哥哥昨天是喜欢吃烤马铃薯啦 是啊 是啊我在家里也是尽量祖树的给他们 所以呢 很少吃 吃荤的啦 不过 他们要吃荤的 也是 是 他们会自己去搞定啦 就是这样 有人问你问题 有 汤好颜色很多 好好喝 他想说怎么弄那么多颜色 要怎么配颜色 哦你看 这个汤啊你看就是有 有红色的这个胡萝卜 还有白那个 白色的这个 腰果 啊 一组 然后 加上等一下我们会加上这个 蘑菇 这个线蘑菇 这是我买的是那个 那个褐色的 啊 还有这个青色的是那个榨菜 对了先跟你们讲哦这个榨菜啊一定要先切好然后去净 大概是要有三四个三 三 要清洗三到 三次这样啦最少清洗三次 然后呢因为给他 去掉那个纤维 榨菜的目的是要让他调这个 这个窩湯啦 啊 让他调这个汤 给他的 啊 会口感更好 因为这个榨菜 虽然他的 营养素 是他有纤维啦 然后他有纤维 所以也是 配起这个汤也是很好 啊 因为我在小时候啊 我妈妈在 时常也是有煮这个 四川菜摊 他的四川菜摊是加上那个 用面筋做成的那个好像酥鸡 啊 就是 加上蘑菇 蘑菇是罐头的蘑菇 但是呢 我现在跟他改良一下 我不要加那个 面筋 所以我把这些 比较有营养的素材啊 加进来 会更加好 啊 人家能够 照顾到身体的健康 虽然妈妈以前煮的 我们都吃得很开心 也吃得很健康 也很 很喜欢嘛 但是我先跟他改一下 所以这个是 自己自己串出来的 就是这样 老师姐 他们叫你讲故事 大家想叫你讲一则故事 我的故事 我的故事已经讲了 就是讲了 妈妈以前叫我们煮的 他叫 有关的故事 我们要讲 讲一个故事 讲个故事啊 现在我不知道要讲什么故事 不好意思没有头绪 好了我们的 汤已经在滚了了 我们在 这个汤在滚了了 你跟动物的故事 你自己的 生命的经验 生命的经验 OK 就是说 我想想看 你会去买过活的东西杀过 你有杀过活的东西 但是我很不忍心 当我看到他们在 曾经有一次在牛车水 看到 哦 对 要去买那个 鱼 那个什么鱼 生鱼 生鱼片 生鱼片 那个是 OK我去到那个汤位 巴萨的汤位 我就跟他讲说 我要那个生鱼片 因为我不懂 那生鱼是原来是活生生的杀的 他是 用 用一个那个 那个 硬硬的一个木锤 这样敲他的头 然后就 单场就剥开 我就跟他讲 我不知道 我就以为说那个生鱼 是 已经是杀好的在那边的 当我买 要跟他讲的 我就跟他说 我要多少的分量 他就 做了一条鱼就这样 我吓死了 我跟他说 对不起对不起 我不要了 我不要了 因为我不忍心看到 是这样活生生的 被杀死 因为那时候 买那个生鱼是因为 那时候 是属于他 需要作业 然后要吃这个生鱼 叫我去买 是 这个真的 那个过程 我看了 这是一心不忍 然后呢 然后呢 我就跟他讲说 对不起 我不要买了 他说你不是定了吗 我说 对不起对不起 我不要了 所以我就 跑掉 很久了 这个是蛮久了 有 我看应该有 10多年前了 10多年了 我吃出10多年了 OK现在 汤滚了了 我们要把这个 榨菜放进来 因为让榨菜给他滚 让他有那个 味道出来 因为榨菜他有一点那个 酸跟那个辣的味道 先给他滚一下子 榨菜放在里面给他滚 然后滚一下子然后才加上那个蘑菇跟那个 豆腐 那个最后的 那个蘑菇药 可以先炒过吗 先炒过的话会有一点油啦 但是 因为这个 药豆他本身已经油了了 这个药豆蛮好的的有防那个高血脂跟防那个关心病的 所以呢 我给我来讲我喜欢清淡的我就不去炒啦 就这样 要自己煮一次这种汤油味 啊 多久要煮一次这种汤 多久 这个随你的意 你看其实想要吃的话 都随时都可以煮嘛 其实这个汤煮起来是很简单 你看我很快 就是你们在讲的 我在这样做的过程很快一下子就可以了 大概顶多是 30分钟就好了 OK 好 啊 OK OK 现在我把这个 OK我们看到已经滚了一下子了 把它放下来 把这个蘑菇放下来 还有呢 再把这个 OK 豆腐也放进来 啊 这个这一段就好了啦 要把它滚啦 因为蘑菇很有熟 所以我们可以加一点盐啦 不过通常我是用那个 我是用那个 瓷器的那个 浸湿的那个 对不起我要开一下冰箱 我是用我们的那个 苏式料理粉冬菜口味的 啊我是用这个 用这个来调味 所以我这个就不用放盐了了 我就加一 一匙这个 一茶匙 好一茶匙就够了 不用太多 好 放进去调味一下 然后我给它滚滚一下 这个啊我不用加任何油啦因为它的这个 呃 腰豆已经是有油的它会出油的 所以这一道是很清淡的汤 是蛮好喝的因为加上当归跟那个鱼竹 都可以 然后如果最后的话呢 如果你们要的话也可以撒上盐溪 放一点盐溪上去 还有加一点胡椒粉 啊这汤就OK了了 很快哦 一下子就可以了了 30分钟 OK 啊好 就是就是这样 然后这个汤是要滚滚到 多久还要滚多久 这个汤啊 其实就是在我们放下来的时候大概 10分钟这样 OK 这一窝已经是煮好的现成的已经是煮好的 哇 哇 哇 OK 拜拜 拜拜 OK 好 OK 再见 大家要吃树哦 所以树 树摊很容易煮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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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一起来吃吃哦 拜拜